嘿,哈囉大家好,我是H.E.Y. 今天呢,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有關試駕完SLS後的感想 片尾附上我的工坊塗裝 試駕Black Series版本的 喜歡的朋友們可以去看一看 塗裝是免費的 希望你們會喜歡 好,馬上進入正題 由於我的手機不允許我使用低畫質以上的畫質 所以畫面不好我感到非常抱歉 那對於這台車的操駕手感呢 我認為是非常相似於AMG GTR跟SL63的 那SLS的差別就在於不會推頭 甩尾過彎的時候不太適合 太過於用力的去拉紅票 這和車紅票太久容易發展 那轉向的話 我覺得SLS是優於AMG GTR跟SL63的 那但這車會有點黑票的情形 尤其是在低速的時候 如果方向鍵壓太大力 就容易造成黑票打滑 再來說速度的部分 這車的前中段加速能力非常不錯 但就是後段加速偏慢 不過經過我使用我的0階20階SLS測直線後 發現時速最高可以超過270 還是挺不錯的 還有啊 你們在玩SLS的時候還可以注意聽聽看它的聲浪 幾乎換AMG GTR還有SL63一模一樣 就是那種低沉厚重的感覺 聽起來是相當舒服啊 那對於抽取建議 欸 我無課 沒有辦法給太多建議 我能說的就只有強度很高 非常值得抽來玩而已 絕對會是很好的爬分阻力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支持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 我是HV我們下次見 掰掰